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佩克尔曼从2012年开始担任哥伦比亚国家队主帅 今下俄罗斯世界杯结束之后 佩克尔曼选择辞职 之前 他也曾担任过阿根廷国家队主帅 从哥伦比亚帅位离职后 佩克尔曼与墨西哥国家队 以及阿根廷国家队都有过指教传闻 该媒体透露 中国族协已经在与佩克尔曼接触 希望他能够在里基里任 后接任国家队主帅一职 佩克尔曼在2006年率领阿根廷国家队从小组赛出来 把强战不敌东带主的国一汉出局 2014年世界杯 局长哥伦比亚降兵的佩克尔曼率队打进八桥 并贡献了当届世界杯最大亮点 J罗 2018年代俄罗斯 佩克尔曼率领的哥伦比亚 在八分之一决赛中不敌英格兰 2017年11月14日 中国男族曾坐镇主场 重庆奥曆中心 迎战过佩克尔曼率领的哥伦比亚国家队 最中国族林彼此不敌对手 重庆奥曼率领的哥伦比亚降兵的哥伦比亚降兵的哥伦比亚降兵